拍下自拍鍵 拿著手機模擬在飛機上 自拍現實動態 但侯友宜想帶國民黨起飛 得先安撫自己人 十七號徵召當晚 侯友宜致電十三名 來迎現實首長 包括挺郭派的徐甄衛 被解讀式修補關係 訴求泛藍團結 毕竟南投縣議長何盛峰 在侯友宜被徵召當天宣布退黨 南投縣長許淑華表示 侯友宜有致電 請許淑華替他傳遞訊息 團結整合都需要時間 也傳出郭台銘在諸侯郭會當中 當面指責侯友宜代職參選 很不好 侯友宜正式獲得提名 數字會說話 根據TVBS最新民調 2024總統撒哈都 侯友宜衝上百分之三十 領先賴清德百分之二十七 和柯文哲百分之二十四 佔居第一 侯友宜在北北基 陶竹苗中張投支持度領先 賴清德則是高平棚地區 佔有優勢 首場國民黨五二零事事大會 就很關鍵 不僅藍營縣市首長 先任立委和立委提名人 各縣市黨部智庫 統統出席 塑造大團結 要做到侯友宜的目標 既然參選就要勝選 記者謝奧珍 蔡品庸新北財務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